五曲化劑 在這個月份呢 整體大家都會覺得說好像錢不夠用 今年前半年 台灣的這種經濟的爆發 差不多在這個月份就會走向尾聲了 大家好 接下來進入七月了 每年到了七月 每年每年我都要說一次 七月叫做感恩月 七月絕對不會是貴月 絕對不會是很恐怖啦 各種好兄弟啊 不能搬家 不能買車 不能幹嘛 絕對不會是有這樣子的情況 七月很容易溺衰 拜託 因為七月大家比較容易去游泳 七月是不是有各種各種問題 其實 這都是人的一種心理因素 那你去了解七月的由來 你就會知道說 七月啊 其實根本就跟 這種什麼很恐怖的事情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各民族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他都會有一些祭祀的活動 主要是因為 在這個時間點 尤其是在緯度38度線以上 剛好是收成的時候 對於古人來講 他就很需要 謝天謝地 那謝天謝地謝完了之後呢 是不是要謝家裡的神明 家裡的祖先 大家就覺得說 那是不是也把周圍的 孤魂野鬼一起 祭拜一下 這種善心的表現 慢慢慢慢就演變成 好像都在祭拜 可是實際上 我們就知道啊 我們其實也不是只有祭拜好兄弟 我們也祭拜 神明嘛對不對 就好像七夕的產生 閒節產生 會在這個月份也是因為 我收成了 然後不管是我的牛長大了 要當牛郎 那個 不 牛郎養的牛長大了 然後或者是我收成了 那我開始有能力了 那當然保暖私盈餘 我有了豐衣足食之後 我就應該要 娶一門好媳婦 那這是他的由來 在這個月呢 8月4號 到8月6號 他都還在文上畫季 那當然上個月我們看到說 文上畫季 我們上面跟大家講 很多那種犯規費的事情出現對不對 那個 該抓進去就抓進去了 這個月份呢 整個主軸走認了 認呢 是舞曲畫季 因此啊 我們可以想見的 在這個月份呢 整體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錢不夠用 今年前半年 台灣的這種經濟的爆發 然後經濟的這種 歡樂的Party 差不多在這個月份 就會走向尾聲了 然後慢慢會整理 所以說這個月份呢 整個月的主軸 都是大家會開始覺得 哇我錢不夠用 那我應該要怎麼辦呢 但是舞曲心表示什麼 舞曲心表示一個 務實的 正財心 所以呢 這會表示說 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 自己會不會有太多太多做夢了 在過去 應該要務實的 回歸到自己的 本意的跟務實的 回歸到自己擅長的事情 老天就會來幫助你 為什麼老天會來幫助你呢 因為這個月份是天涼花路 天涼花路會來補舞曲花季 所以本月份 確實也不可否認 是一個拜拜的好時間 求財神 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因為整個月份都在天涼花路 老天會給予我們幫忙跟幫助 當然不是只有求財神 你要求桃花也可以啦 尤其是命公 佛德公 千怡公 財伯公 官路公 有天良心的人 在這個月份呢 拜拜的效果都還算蠻好的 你如果拜的是阿拉也OK 然後拜的是基督也OK 這邊講的天涼 指的其實就是天氣之間宇宙的力量 它不會單獨指觀音啊 觀光啊 這種事情 神明就會給我們比較多 你該怎麼去努力的方向 這樣子 那你會說老師 那我這個天涼天到底應該算本命的呢 還是算留月的呢 本命的 留年的 留月的 其實都可以 那當然不可否認 在這個月份 既然它是無許花季 所以呢 如果是 命公 官路公 財伯公 欠義公 佛德公 都要注意說 可能在工作上面 官路公 你會比較努力一點 但努力好像也看不到什麼成果 但沒有關係 一個月的努力 我們可以等下個月的成果 那我在財伯公 確實在這個月份 投資理財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要去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其實佛德公也是 都要在這個月要非常非常小心 把錢花在值得化的地方 再來 命公 命公的話呢 這個月份很相對辛苦 所以這個月份呢 就比較勤奮一點 如果是簽義公呢 這個月建議少出門 因為出門就要花錢了 如果是在子田縣呢 誰就沒關係 誰就花在家人身上 如果是六星公位呢 另外一樣也就在家人身上 譬如說你在夫妻公 你老婆可能比較會跟你要點簽 就給他 就給他 安太歲 不如安太座 所以說 那個家裡這個老婆一定要顧好 那就給他 千萬不要跟他計較 因為這個天然後來補這個無曲化計 所以呢 很適合捐款的那個月份 因為老天會幫忙你 其實就是希望 你的日子過好之後 你可以再幫忙別人 尤其是捐給醫院 像我們一起做公益協會 還有 我底下的這個晨星湯 明天生日我都會 捐錢給門諾醫院嘛 我們還一直都有帳戶開放 大家捐款的 大家也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捐款 或者說你就自己去捐給看你喜歡哪一間醫院 然後去捐給醫院 顧問院 老人院等等的 就是不要捐給廟 為什麼 因為廟不缺錢 我們把錢捐給真正適合的人 真正需要的人 紫文化權 在這個月份呢 只要你的紫威星呢 在你的命攻 貫路攻 財布攻 遷移攻 在這個月份呢 是受人尊敬 並且呢 會因此而握有一些權利的 那也就表示說 你可以在這個月份呢 去規劃一下說 你想要做一些什麼樣的計畫 跟什麼樣的事情 有什麼樣的夢想 尤其是紫威欺煞 紫威破君 跟紫威貪狼的 都很適合 在這個月份呢 做一些規劃 然後來看看你有什麼好的計畫發展 很努力 最後一個 紫威花科 只要在命攻的 關路攻的 財布攻的 或是在遷移攻的 都表示你在這個月份呢 你要做什麼事情 朋友都會很相挺 你不過這個相挺 大概就是延遲上的鼓勵啦 但這樣也還不錯 那有個小缺點 如果剛好你是在夫妻攻的 或者你是女生 但是在命攻的 而且呢 你剛好有小汪 或者是準備開始要有小汪 那這個月份會被抓到 千萬不要 要跳過這個月份 下個月 下個月 如果是夫妻攻的話呢 也就表示說啊 感情中間很容易呢 會有第三者出現 但是因為它是流月的左腐化科 所以說實在的 它的跡象沒有很清楚 除非這個左腐化科 是出現在你流年夫妻攻 大仙夫妻攻裡面 那這個跡象很清楚 如果它 單純只算在流月的夫妻攻 其實大概就是 你們感情中間有一個 男生在曖昧的介入 這樣那並不是很明確的狀況 所以當然就表示說 我們其實有機會等得到 本月份又可以聽到 男明星男議員政治人物 介入人家的感情 或者女性有被感情介入 外遇被抓到 也可以聽得到這樣子的新聞 OK 總之這個月份呢 無許化妓天良化露 是一個勤奮努力 有一點辛苦的月份 但是呢也是一個 神明會批勇的月份 所以希望大家在這個月份呢 可以多拜拜求一點自己的事情 多努力 為自己人生做打算 然後不要害怕鬼月 天氣熱有點浮躁 所以做一些事情 小心一點就好了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鬼月順利